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就会揭晓 再过一个多礼拜 我们就不去猜测到底是川普会当选 还是贺锦丽会当选 因为拜登总统放弃连任 所以美国一定会选出一个新的总统 上个礼拜在CNN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专访 贺锦丽他表现得不如预期 所以让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 美国的那些名嘴痛批 你为什么不执求对决呢 你为什么要绕圈圈呢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政策啊 什么政见讲清楚什么 都来不及了 都来不及了 因为美国他们有些 因为他们幅员很大 而且有海外的这个投票 什么的通讯投票什么一大堆 所以很多美国的选民已经投票了 你现在要换候选人 那是天方夜谭啊 不可能的事情 那 对 没关系的 因为这是美国大选 我只带两句脚 我比较想问 这个美国的那些 就是批评贺锦丽的人 你是本来不知道吗 还是你 早就知道贺锦丽不行了 我当然要骂的是这个 国民党的侯友宜啊 这国民党的侯友宜在 去年六月的 六月哦 政大跟台大的两场学生的座谈 不就原形毕露了吗 对不对 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为什么今年的八九月的时候 贺锦丽都躲起来 因为拜登退选嘛 然后这个民主党提名他 当然想也知道 很多媒体都想专访他 特别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比较支持民主党的 比较偏这个贺锦丽跟拜登的 要专访他都不要 他的幕僚像只剥 一路的婉拒为什么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不晓得美国总统大选 谁会 谁会输 谁会赢 但是 大家也可以想想像 这个三年多之前的川普 他在第一任总统的时候 做了什么 所以川普如果当选 或者贺锦丽当选 当然 这个对世界 很多地方的这些影响 或什么的 那这些有关的 那川普有一个slogan 这个我看了我也很感慨 刚在T台本来要讲的 但是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不能 都不能我们一个人讲 旁边还有两个来宾在那里 川普他 当然就是针对这个 这个美国大选非常关注的 像以色列跟伊朗跟黎巴嫩的问题 还有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纠纷 包括北韩现在都派人去参战 那川普跟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们在这个说服选民的 就说你看你看 我们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都没有战争啊 那川普就画大饼说 如果我当选啊 我24小时就可以 让俄乌战争结束 大家一听 哇好厉害啊 这个拜登当总统打了两年多 还在打 那只要你当总统 你24小时就可以让俄乌战争 画下句点 那你实在是比 比这个比拜登 比民主党厉害太多了 你好棒啊 那当然也很多美国媒体问川普说 啊你要怎么结束呢 好你要怎么样 在24小时之内就结束这个俄乌战争呢 我不能告诉你 我告诉你 然后就这个会破功 川普也很拗 另外就是大家看到 以色列跟伊朗 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 跟这个正主党的种种的这个 这个战火 那当然川普他就可以 作为他这个宣传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川普跟拜登的对比嘛 拜登当总统 然后很多地方有战火 然后呢 我川普当总统 我川普那四年 没有打仗啊 这个对比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 这个川普的这个口号呢 这国民党就傻傻了啊 国民党就是一个傲动啊 蔡英文当总统 解放军有军演 东风飞弹都打过来了 赖清德当总统 当才几个月 已经联合立舰A 联合立舰B了 所以蔡英文当总统 赖清德当总统 解放军都会军演啊 那马英九当总统 那为什么马英九当总统 当八年都没有军演啊 马英九当总统 当八年 中华民国的主权有消失吗 我们不是一样在这边 马照跑舞照跳吗 还是你很喜欢 那个 这个这个 濒临城下的感觉 你很喜欢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 哪边什么什么 共机扰台什么的 乱七八糟什么的 对不对 我当时讲共机扰台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个 这个网友 铁粉 很不高兴啊 他认为我不应该谈 共机扰台啊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要谈什么 你来决定 我也觉得很奇怪 慧文 你不要再谈共机扰台 可是你现在回头来看 共机扰台只是小菜啊 他后来解放军都军演啊 难道解放军军演我也不谈吗 侯友宜去年访美啊 在美国的时候 跟那个葛来仪那些叉叉 跟美国那些智库 这个相谈甚欢 然后从美国发回来的新闻都说 侯友宜直球对决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侯友宜在台湾 各个的这个专访啊 什么问问题什么的 都是问A答B啊 他在台湾问A答B 为什么在美国 他就能够直球对决呢 但是我也看不太懂啊 可是我们一样有这个 这个大陆的网友跳出来 侯友宜就怎样怎样 我也觉得 我也很闷啊 我到现在 后来那个大陆网友 一气之下就不再来了 那不来也就算了 我也无所谓啊 I don't care 我也不晓得你在瞎扯什么啊 他就要瞎掰说 侯友宜在美国 就是能够直球对决 他现在跟美国水土比较 比较合就对 他在美国能够直球对决 他在台湾就得问A答B吗 你在讲什么叉叉呢 我也听不太懂啊 不过没有关系啦 这些 看人算了呢 那我们如果要 如果还有总统大选的机会 那等到三年多啊 我刚跟王浅秋还在算时间 两年后的今天啊 县市长都还没投票啊 可是 各地大家抢着要选县市长的 已经早就在布局了啊 那告诉你什么 就是我们一直在选举啊 总统才刚选完 才半年多就 大家就准备选县市长了 然后各种的下 比如我刚跟黄伟翰在讨论说 盛智仁要选这个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 盛智仁 我怕很多人不晓得他是谁 他是以前马英九的文建会主委 那很 很久了 这个我看很多 我是怕现在这个 比较年轻的朋友 根本不晓得谁是盛智仁 因为盛老师他也 他等于就是 等于是退出政坛嘛 他就跑去这个 这个某某财团去任职啊 担任这个 这个管理阶层的工作 当这个董事长啊 总经理啊 其实盛老师他是 政治学的博士啊 在这个留美的 他的学养都非常的好 那更好玩的是 当年是说盛智仁要去选高雄市长 当年啊 说盛智仁选高雄市长 后来是没有 那这两天传的消息 盛智仁要选新北市长 那后来又证实是这个空穴台 那现在问题来了 刚刚跟伟安兄在 在请教 那谁在放这个消息呢 因为盛智仁说 没有这个事情啊 我忙着开会啊 因为每天当董事长的 要管理这个一个集团 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是管理这个高阶的 这个CEO这种经理人 他怎么可能 你说叫他选新北市长 那谁讲的呢 谁掰的呢 那我今天问的一些同业是说 他们说有媒体报导 因为我查不出来 我才会问伟汉 问这个王浅秋 那到底谁先写的呢 这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 在台湾 瞎掰是没有事的 我是不是半年前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应该成立这个 晚安小鸡的这个立法 这个修法 我们就比照柬埔寨嘛 谁放消息说 盛智人要选新北市长的 那是瞎掰嘛 因为盛智人说没有人来问我 根本没这回事 谁瞎掰的 就抓进去关两年了 对不对 那你被人家放话 写这个假新闻的媒体 这个记者 你为什么不能一个电话 或是一个line 去问盛智人呢 就是当人家找你放话说 那个云朗集团的董事长 那个盛智人 以前那个马英九的 那个文件会主委 他要选新北市长 国民党要安排他 怎样怎样 甚至说根本没这回事 我忙着开会 大家一堆人找我 那你被放话的那个媒体 你第一时间为什么不查证呢 你第一时间为什么不平衡呢 为什么 还是说人家找你来放话 你很开心 耶 这么多记者 这么多媒体 这么看得起我 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 那理论上 我应该问盛智人 理论上 我应该做新闻平衡的 我不要 我来做博卑啊 我来放消息 这到底是什么媒体啊 这到底是什么记者啊 那刚刚 谈一点点的 美国总统大选的 那个擦片球的部分 我也特别跟大家抱歉 如果你要听美国大选 这个更深入 跟金批的分析 台湾多的是这些专家 很多流美的啦 甚至像这个翁吕中 翁批 他在美国教书的 他们来分析美国大选 当然比我金批一百倍 这个我就不敢献丑了 那我们来换题目 来谈这个 在台北地院的这个裁定 这个金华城闭案 被延压的第一个人啊 应小微已经被裁定 再积压两个月 他是这个案子 被收压的第一个人 也是被延压的第一个人 因为压票时间的关系啊 他是8月29 被这个裁定收压的 那今天是10月28嘛 他又被裁定再压两个月 再压两个月就到12月了 到12月的月底了 好就是这样子 好 那就先讲应小微 被收压的时间好了 我就可以用这个时间 来告诉大家 这个为什么我不去谈橘子 因为我不是外行人啊 我是有跑过一点点的 这个社会新闻 所以我不会去谈橘子 应小微啊 8月27要出国 好 那时候呢 据说他在台中啊 要出境啊 要去香港 好 8月27啊 好 那8月27也是 郑文燦被起诉的那一天了 所以那天兵荒马乱 这个郑文燦被起诉 然后应小微在机场被拦下来 好 那被拦下来呢 8月28啊 这个应小微就被这个连政署啊 带到台北市议会去搜索 好 那时候他不是讲那个什么 深圳不怕影子邪吗 好 那这么巴热的影片 我就不要再播了 好 因为今天为大家准备另外一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录音档 阿滋那个黄国昌一张的我还是要 我现在想起来 黄国昌一张的 我待会那个 秀一下 我们先黄国昌一个的 然后再两个框的 好 谢谢 好 这个非常感谢阿滋的帮忙 那我再把时间点重复一遍 8月27应小微要出国 然后被拦下来 8月28在台北市议会的搜索 8月29啊 他被裁定收押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柯文哲的秘书 这个叫橘子的 他在应小微被收押的那一天 8月29 他出国到日本 你相信吗 好 我就这样问好了 现在很多媒体都瞎掰说 橘子有多关键 但是你看我在这边我都不谈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250啊 我哪像那些250在那边瞎掰橘子 我就告诉你 你要怎么去看这个新闻吗 8月27应小微要出国被拦下来吗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被你们讲的这么重要的举止 他8月29要出国没有被拦下来 我就讲完了 这我何必跟那些250在那边计较呢 我也不点名了啦 点名就不好意思你们那样 好我就不点名了 我也不晓得你们在瞎掰什么啊 我再讲一遍 8月27应小微要出国被拦下来 在机场被拦下来 为什么8月29举止可以顺利的出国 就讲完了 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 这又说就没意思啊 所以显然他不重要嘛 他如果很重要 8月29他有办法去日本吗 不可能啦 这怎么可能让你 那应小微为什么出不去 好这个这个我要跟大家讲那个奥伯 我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这个已经讲很多年了啦 从我当年在跑他们就用这种奥伯 你不能出国 第一招叫做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 什么叫限制出境呢 他是对你的一个强制处分嘛 好因为我们本来宪法规定我们有迁徙的自由 我想去日本我想去美国 我高兴就好 我买了机票 我带着护照我就出国了 你管我 但限制出境是一个强制处分 就是说检察官 这不用经过法官 但是法官也可以把你限制出境 法官跟那检察官 他要收押你必须经过法官 但是检察官要把你限制出境呢 他直接啊 这个签公文就可以了 他不用他不用经过法官的这个核准 检察官也可以把你限制出境 法官也可以 但是呢 警察跟调查局是不行的 警察调查局连证署 他是不能把你限制出境的 能够做这个强制处分的只有法官跟检察官 那这个叫限制出境嘛 对不对 那应小微一定觉得很奇怪说 我从来没有被逮捕过嘛 他是在机场被逮捕的 那我还没被逮捕 你也没有对我做强制处分 为什么我出不了国 为什么 好就是很简单讲的就是用奥博啊 好因为检察官他们用的奥博叫做什么 什么入出境的叫做禁管 入出境的管制 简称叫做禁管 禁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email用传真的 他不用对你强制处分 只要我觉得你很可疑啊 我觉得你应小微有涉及弊案 我就通知所有的机场 应小微审庆金不准出境 只要你出境就你那个海关 有没有 一扫到应小微要出国 马上就得通知这个检察官 然后机场就把你拦下来了 好所以禁管就是一个奥博啊 他跟那个限制处境是不一样的 限制处境他必须预令嘛 他必须逮捕你说 你限制处境 然后你怎样怎样怎样 他是一个强制处分 禁管呢就是一个 奥博是一个后门啊 我检察官现在怀疑你 某某某某某某 我通知所有的机场跟海关 你不能出国 你到机场买机票就会拦下 你知道吗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应小微他从台中要出去之前 他也不晓得他被禁管啦 他就买了机票他要出去 要出去就在门口就被拦下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说 检察官他可以用禁管的方式 然后有限制处境的效果嘛 对不对 好 那我请问你 这个跟那些二百五坛 我跟他们讲 他们可能也听不懂 我请问你 检察官可以用这个 走后门的奥博 对付应小微嘛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对橘子呢 我只要检察官一个公文给 所有的机场 橘子不准出国 他就出不去了 他不是一个公文就解决了吗 所以啦 好不好 这个我说这些都没价钱 这个其实是违反人权的啦 我是说检察官啦 你让人专注你的禁管制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有入出禁管制这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那个逃漏税啦 逃漏税跟那个罚款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有很多欠税大户嘛 什么什么逃漏税什么几千万几亿的 然后呢 我不缴钱 我逃漏税很多钱 我不缴 然后我要出国去玩 甚至我要 我要这个 这个逃亡 你在机场会被拦下来 那那个就不是签之税 那个就是禁管 所以你欠很多钱的 要被管收的 欠那个罚款啦 逃漏税那些很高的金额那些的 那个才会被禁管 那我再把它绕回来 那应小微有逃漏税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啦 就是我是检察官 我就认为你应该被禁管啦 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啦 我们如果要真的 那个来讲法律的话 我认为这个是专漏洞啦 好不好 那这个应小微的部分 我们就这个 这个祝福啦 祝福 来那个 这个有黄国昌一张的那个 那这个民众党呢 有办活动 继续的这个 这个声援 这个柯文哲 不过这个状况不太理想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中正纪念堂旁边 办这个活动啊 其实你也知道中正纪念堂旁边啊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 这应该是在 林森南路那里吧 就是一个 应该是中正纪念堂后面那边 我看那个 这个角度应该是这样 那 我们媒体都去就开始问嘛 就问主办单位啦 问民众党的这些 中央党部的人说 哎 你们现场来多少人啊 因为柯文哲被收押之后 他们在青岛东路 在立法院旁边啊 办过一场 好 那是晚上的 也就是柯文哲被收押之后 民众党办的第一场的 这个 这个声援科批的活动呢 当时啊 民众党对外宣布是两万人 两万人 晚上在立法院的第一场 说是两万人 好 那这一场呢 是下午在中正纪念堂旁边办的这个活动呢 民众党对外宣布的 以他们的说法为主 因为他们是主办单位 他们说是六千人 这个不是四叉猫统计的 因为四叉猫比较没有礼貌啦 四叉猫昨天又跑去算了 又透过那个什么 那个人家网络直播的画面去算 那边无聊那边算 四叉猫是说昨天啊 大概一千五啦 他算他一千五 四叉猫的我们就不要理他 我们以民众党公布的数字为主嘛 好 这样比较公平嘛 在立法院晚上的那一场 第一场他们说两万人 那在中正纪念堂旁边的那一场呢 他们说六千人 那你看柯文哲被收押 还不到两个月啦 一个多月 民众党办的这个 这个声援的活动 以台北市 我们就其他县市就不要比了啦 其他县市的状况一定是 这个更不理想 坦白讲是这样 那台北市可以说这个 这个人最多地方 就从两万人变六千人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数的锐减 所以包括大概我们最后 最后一段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大法官的这个 这个宪法法庭的判决 你要知道说 这个地检署的这个 效力 跟宪法法庭的这些判决 对我们一般民众而言 他是会相信的 好 那为什么会选择相信呢 就是一般来讲 大家程度都不太好 所以大法官讲什么 宪法法庭判什么 你就信了 好 那北检也是一样 检察官讲什么 裁定书写什么 裁定书是法官写的 就是那个 做官的公司 你就会听 他会看 因为你不太能够去分辨说 到底这个判决合不合理 这个裁定合不理 你看不太懂 那看不太懂的情况怎么办呢 你就会比较服从 服从威权 大法官判决写什么 可能比较对 人家都当到大法官 那个检察官 这个申请羁押 检察官搜索 可能检察官 人家有法度做到检察官 可能检察官讲 你会比较倾向去 服从这个威权讲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这个角度对 赖清德 对执政党是比较有利的 为什么 大法官都绿到不得了 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检察官 北检那些东西什么的 那些办案 我也比较那个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黄国昌 黄国昌 我先播一段给大家听 这个黄国昌 在这个 这个民众党的这个 声援科批的活动 我让大家看一个 这个演说的技巧是什么 好 什么技巧呢 简单的 就是哭腔啊 哭腔 好 这个就是张旗凯要学习的地方 张旗凯 昨天也有去表演 可是讲的 讲的没有黄国昌好 好 我播黄国昌的哭腔给你听 好 你听听看 这个黄国昌讲什么 25秒很短 来 我播一下 我看到佩奇医师发来的讯息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因为 我从18岁那一年 开始念法律 念到今天 我为什么连佩奇医师的问题 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我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没有画面 我就请阿智 这个结一张 这个照片 这个我就跟你讲 这是哭腔嘛 这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网友 你听这个声音 你觉得黄国昌有哭吗 哭腔很重嘛 对不对 但他有哭吗 那他为什么要表演哭腔呢 很显然他没有哭嘛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演说呢 去台下都是自私科匹的人 他这样要干嘛 你这样看懂了没 你这样听懂了没 什么叫做政治啊 这朱高正啊 朱高正都已经不在了 朱高正说 政治就是高明的骗术 这个朱高正这个人走茶凉 但是他留下的这句话 没错 当年行政院长余国华的这个夫人 那余国华那时候就是李登辉 他们那时候很多斗争 这余国华院长的夫人就说 政治实在是太可怕了 政治太可怕了 的确是如此 你看黄国华说到这样 他不是从18岁开始讲起 他演说从他当高中生开始讲起 我都快昏倒了 高中生 其实他讲的是野百合 野百合的学运 然后讲到这个 他18岁开始念法律 你听一看他的哭腔 他讲什么 我待会再解释给大家听 我看到佩奇医师发来的讯息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因为 我从18岁那一年 开始念法律 念到今天 我为什么连佩奇医师的问题 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我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来给我那个两个人的那个 谢谢阿智 那陈佩奇昨天这个就厉害了 他就坐在台下 他没有上台 那坐在台下呢 有一堆手机对着他 就像那些挺科匹的那些 直播主的手机就对着他 在拍他 所以你看到现场的这个 这个民众党的这个 转播单位 还是开双框 一边是陈佩奇坐在台下 这个掉眼泪 一边是黄国昌在台上 这个深思历解 那照黄国昌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黄国昌讲的意思说 他有一天早上起床 收到这个陈佩奇的 这个传来的简讯 应该就是这几天 为什么呢 因为简讯的内容写的是什么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 柯文哲被延压 就是说北检要申请延压 我记得很像是上个礼拜五 北检的这个 这个新闻稿 那开庭是 很像是礼拜四 明天是月券 开庭好像是礼拜四 因为法官停歧的关系 所以柯文哲会不会被延压呢 最快礼拜四 最慢礼拜五就会知道了 那照黄国昌的转述是说 陈佩奇传了一个简讯给他 那黄国昌起床才看到 那他看到佩奇医师传来的简讯呢 他无法回应啊 所以他觉得很难过 很羞愧 他从18岁开始学法律啊 学到今天啊 竟然没有办法回答陈佩奇的问题啊 讲的大家台下 大家都懵了 那因为我们要进广告的 我就讲快一点 陈佩奇问黄国昌什么呢 简讯的内容是说 不是说柯文哲图利吗 图利进化成20%的那个什么 什么容积什么奖励的吗 你们都讲成这样子 就直接起诉他就好了啊 为什么要延压呢 陈佩奇的问题就这么简单 当然我们知道黄国昌 他是台大法律 然后美国康南尔的这个硕士跟博士 这个大学教授啊 律师啊 中研院的这个研究员啊 他是法学博士没有错 这个汪小林也是法学博士 我今天看那个 不知道有台 不知道哪一台的记者说 吴思尧骂了三个法学博士 我想说 吴中宪又不是法学博士 你在瞎掰什么 汪小林是法学博士 他是刘德的 然后黄国昌他是法学博士 是刘美的 那by the way for your information 这个沈柏阳也是法学博士啊 沈柏阳是刘美的 所以看到黄国昌跟汪小林 还有这个沈柏阳的表现 这些法学博士我都 这个嗤之以鼻啊 我就不晓得这些法学博士 到底在念什么 大概是我们这个 这个学历低啊 这个酸葡萄的效应吧 maybe 但是没有关系啦 我们看 刚刚我不是跟你讲 那个应小微被掩压吗 这我不晓得黄国昌在掩什么啊 陈佩琪问你问题 你为什么不会回答 我跟你讲 以黄国昌的法学的程度 陈佩琪的问题 没有这么难回答 我在讲一遍 陈佩琪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要掩压柯文哲啦 对不对 你不是说柯文哲图力吗 然后那个什么 什么进化成20% 那你们都这样子讲了 那就起诉他就好啦 为什么要掩压 那我就用一样的问题 问陈佩琪跟黄国昌 那应小微为什么要掩压呢 应小微已经被压两个月了 应小微是整个案子 第一个被收压的人 第一个被掩压的人 那为什么你还要再压应小微呢 就答案很简单嘛 就是案子还没有查完嘛 这不是一句话就讲完了嘛 好 然后这个柯文哲被 收压跟延压的这个罪名 就是两条嘛 我讲的是贪污自卫条例 一个就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 一个叫做涂利嘛 那陈佩琪你讲的是涂利的部分 已经查了 还是说你要叫柯文哲认罪涂利 我是不晓得他的意思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违背职务收受贿都查完了没 我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这个理解 因为上个礼拜就很多人在讲那个什么 什么起诉不可分啊 什么审判不可分 讲的很多那种法律的名词 这个坦白讲我也听不太懂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啊 这个检察官 这个警察他们抓到的一个 一个小偷 一个小偷 然后检察官就起诉这个小偷 说啊 你跑到人家的民宅啊 在这个 这个主卧室啊 偷了一个玉佩 偷一个玉佩 小偷抓到了 就案件就起诉到法官那边去 然后呢 这个法官就审理嘛 你是一个 一个窃盗案 然后你是一个小偷 你偷了一个玉佩 可是呢 后来去这个查张 你玉佩 卖到那个当铺啊 你去销张嘛 就去这个 这个变换现金什么的 然后后来查出来说 你不只偷玉佩 你还偷了 女主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项链 还有钻石 你不只偷玉佩 这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因为 检察官只有起诉他偷玉佩嘛 可是你后来查出来说 他连钻石跟这个什么项链什么的 也都偷了 也都 也都查到了 也都是他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被害人的这个地方 偷走的东西 那怎么办 那 检察官虽然只有起诉他偷玉佩 可是呢 他的那个效力啊 是不可分的 你虽然没有 当时没有把那个什么钻戒 什么 钻石把它写进去 可是也算了 好 那我 我讲这个比较粗浅 都比较抱歉 我的这个素养比较差 那柯文哲他现在 违背植物收受贿赂跟 图利 他是两个罪名 那很多人都很急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讲说 那你到底查到金流了没 不是要查金流 你要查的是柯文哲 你要去证明柯文哲他违背植物收受贿赂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版本 很多人都讲说什么 什么各种的这个什么 柯文哲的金流 我们来听黄国昌啊 他上个礼拜五啊 在立法院这个议场外面啊 呃 就是北检宣布要 严压柯文哲的时候 黄国昌的这个回应 我们听黄国昌上个礼拜五 他讲什么 台北地检署说要申请严压柯文哲的消息 我真的是刚刚才听到 但我必须要老实跟大家说 我非常非常的震惊 我非常非常的震惊 当初柯文哲主席选择不要抗告 他说得很清楚啊 我让你们压两个月啊 我配合你们调查 我让你们压两个月啊 压了两个月以后 我们所有的政论节目 跟所有有特殊管道 有经营检调关系的媒体 到目前为止出现的金流版本 我想应该有十种以上了吧 十种以上的版本随便找两条 现在就可以起诉柯文哲了 压了两个月 找不到证据 现在要继续压人取购 那我也怀疑黄国昌 怎么会讲这么外行的话 因为你看他讲的都是 纯粹都是政治语言啊 我让你压两个月啊 柯文哲是把台北地研署 当成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嘛 我让你压两个月啊 什么叫做我让你压两个月 依照刑事处法的规定 本来就可以压四个月啊 在起诉之前 检察官可以向法院申请 两次的收押 两张的押票 一张两个月 两张就是四个月啊 他可以延压一次啊 什么叫做我让你压两个月 什么叫做我配合你调查 我想请问黄国昌 可以不配合调查吗 你这法学博士 是念个什么叉叉呢 我让你压两个月 我配合你 难道可以不配合吗 还是你告诉我柯文哲要逃亡 还是湮灭证据 什么叫做我配合你调查 这是很奇怪 后面黄国昌讲的更离谱了 那个媒体啊 十个版本啊 随便找两个就可以起诉 我实在是觉得说 以黄国昌的这么高的声量 黄国昌一个人开直播 比赖清德要求民进党的那些立委 开直播加起来 民进党那些叉叉的直播的流量 加起来都比不上黄国昌一个人 我很佩服 这个黄国昌的流量很大 这个馆长的这个粉丝也很多 很厉害 我非常佩服 可是你讲的都是瞎掰的啊 我就请问黄国昌 在绿媒 包括镜周刊 当然也包括很多名嘴 我就不点名了 他们鬼扯的那个 所谓的十个金流的版本 随便找两个起诉 那柯文哲就无罪了 你怎么可以随便找两个金流的版本起诉呢 你讲这不是插话吗 那我就跟你讲 那个重点不在金流嘛 那黄国昌也是 重点是你要怎么去证明 柯文哲他违背职务收受贿赂 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在这里啊 要证明柯文哲图力很简单 要证明柯文哲违背职务收受贿赂 你就要把那个贿赂 那个对价关系 那个不正利益把它找出来啊 不是把金流找出来啊 要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的证据找出来啊 找出金流有什么用 你要证明那个是 契约 你要证明那个是贿赂 难是难在这里啊 对不对 柯文哲跟陈佩奇的财产有1亿多 陈佩奇都去看1亿2千万的房子啊 那是他们申报的财产啊 政党补助款又给他呢 我记得好像六七千万吧 所以柯文哲 他有金流 他有钱 没有犯法啊 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你查到柯文哲的金流 我有金流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这么多钱 我当然会有金流啊 我的小孩在国外念书 我汇款给他 然后我爸爸妈妈 我的孝亲费或什么的 然后我要买房子 我买商办 然后陈佩奇去看豪宅 我本来就会有金流啊 对不对 民众党把政党补助款汇给我 然后我花了4300万去买商办 我怎么可能会没金流呢 木科公司也是我的啊 木科公司不就是柯文哲 为了选举成立的一个什么公关公司吗 他们有金流这很正常啊 会计师都报账 不是被你们骂了吗 所以 重点不是要查柯文哲的金流 而是你要证明这个金流是贿赂 是贪污的所得啊 难是难在这里 怎么查金流查你的叉叉啊 你就看那些名嘴啊 那些政论节目每天在瞎掰金流啊 有大学教授 有立委有市议员 有媒体人 然后大家坐在那边鬼扯 然后很多无知的观众跟网友 看得很开心啊 看得如痴如醉啊 我就没法度了 来给我联合报那一张 红色那个来 这个我比较抱歉 因为这个人我不认识 我就想说 这个我简单带一下就好 这个是联合报的副总编辑啊 呃叫做蔡惠平啊 写了一个特稿 呃申请研压科文者啊 打脸北减的公信力 呃因为时间关系 内容我就不念了 因为我不晓得她在写什么 那我就用同样的逻辑 请问这个联合报的这位副总编辑 申请研压应小微 有没有打脸北减的公信力 应小微已经被裁定 研压两个月了 你说研压科文者 打脸北减的公信力 那研压应小微 有没有打脸北减的公信力 有吗 我不晓得你们在鬼扯什么 我就点到为止 因为我真的不晓得他在写什么 他就写得很高兴 他觉得怎样怎样 来给我吴中仙那张来 好 各位听到没有 各位网友 因为我讲很多遍了 重复的我就比较不愿意再讲 我告诉你 这个靖周刊跟 他们不是讲什么靖主跟弃 弃就是三立的意思吗 他们就在讲三立跟靖周刊 不管他们在影射哪一个绿媒 靖周刊在我的定义也是绿媒 比较倾向民进党的 简单讲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靖周刊写的是真的 包括联合报的这一位 还有这个以前中国时报的夏真 还有很多名嘴啊什么的 很多叉叉 我就问你一句嘛 你如何证明靖周刊写的是真的 包括很多无知的立委 那些立委很多我都认识 我都不好意思点名了 你们说他们违反侦查不公开 你觉得三立跟靖周刊 违反侦查不公开 对不对 你们立法院骂 然后大家口诛笔罚 写社论写得稿 批评这个北柬违反侦查不公开 那你要证明北柬违反侦查不公开 第一个前提是什么 第一个前提就是说 靖周刊跟绿媒他们讲的是真的 那才会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没错吧 那个三立的马记者不是经营检掉七年吗 我是完全不知道他怎么经营检掉七年了 我是不敢跟大家讲说我有经营 因为我以前跑 漏新闻跟漏水一样 我都不好意思讲了 我以前在北柬跑短短一年的时间 我是狗活活 混口饭吃 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就不讲了 我绝对不敢说我经营检掉一年 不敢 那他经营检掉七年了 比我厉害很多倍 那你的前提是 他写的是真的 那你怎么知道 三立跟靖周刊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呢 你不知道嘛 所以你就先批评他 违反政策不公开 那我就不晓得你在讲什么 我就讲完了 那吴宗憲的逻辑是错在哪里呢 因为我是比较遗憾说 你自己当过检察官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立法权是不能去干涉司法权的 立法权是不能去干预干涉司法权 所以呢 什么叫做国会改革 就是立委在立法院是不能执行个案的 什么叫做个案 柯文哲就是个案 我就讲的这么简单 你不能去执询个案 大家也听不懂 这么简单的东西大家都听不懂 我就比较遗憾了 好不好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 柯文哲的案子礼拜 明天月券 礼拜四 这个 我们到时候再看后续有什么发展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